香港財馬會每年會頒發掌學金比學術表現及品格卓越 具備領導才能及熱心參與社會事務的學生 協助學生追夢成為未來社會動輪 今年有42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本科生 及6位研究生獲班這項薯榮 其中一位是就讀浸會大學傳理系的卓嘉豪 他曾經是一名運動健將 12歲已參加賽馬會青少年足球聯賽 中六畢業旅行時 因為滑水意外導致脊椎受損 從此需要以輪椅代步 意外之後情緒陷入低谷 經過醫護人員悉心照顧 加上家人及朋友的支持及陪伴 讓他重新振作 他亦從電影《輪落人》中得到啟發 黃秋生在裏面就飾演一個雙殘人 輪椅人士 他在戲裏面有一個對白就是 你不能選擇坐不坐在輪椅 但你可以選擇怎樣坐在這個輪椅 這個對白都給我很大啟發 令我覺得即使我坐在輪椅上 我亦都可以繼續去尋找自己人生 尋找不同的興趣 之後加豪積極面對生活 又參加CareER賽馬會 疾風草積涯發展計劃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和自信心 他曾經擔任香港雙殘青年協會的義工 負責協助推廣共融文化 賽馬會學人還有蔡青林 雖然患有亞士保家症和過度活躍症 但他是以普通學生的身份 獲得賽馬會獎學金 從小就對編程及人工智能深感興趣 現在是中大修讀人工智能系統與科技工程 直言自己的病 反而有助他比平常人更堅持和專心研究 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回歸社會 他早在中午時 與同學合作研製 促進跨代共融的太極手機程式 並在2020年中大賽馬會智慧未來計劃 獲得技術挑戰獎 更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 主動研發免費快速診證的應用程式 透過人工智能分析費片 希望幫助醫護人員加快診證過程 這些經驗都令他很有滿足感 學而自用是一個很優勢的經驗 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做一個教授 特別是研究和教授智能 我覺得智能對社會發展的潛力很大 港大法律系學生麥君樂 同樣熱心社會服務 他曾經為志願機構製作網上學習平台 讓其他二綱加強了解相關服務和法律知識 我很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法律知識 去幫助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士 包括小朋友甚至動物或老人家都可以 希望將來可以做一些當值律師服務 香港的法律費用都相對比較昂貴 未必每個人可以支付到相對的法律費用 我很希望可以用自身的能力幫助這類市民 三位有著不同故事的學生 同樣獲得今年賽馬會獎學金 他們都覺得這個獎學金對他們有特別意義 賽馬會獎學金對我非常大意義 因為它給了一個肯定 我會用某部份的獎學金去減低我的經濟負擔 去交學費 想利用剩下的獎學金去海外交流 從而確闊我的視野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 就是可以加入賽馬會獎學金的同學會 就是因為在這個同學會 是凝聚來自不同院校 不同學科 甚至是不同年級的人 大家可以本注一個同樣的使命 或者同樣的目標 一起去做一些義工服務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香港賽馬會獎學金成立24年 總捐助款額以達約7.82億港元 頒發獎學金給超過880位優秀學生 資歷培育他們成為關愛領袖 發揮所長幫助弱勢社群 傳承馬會建設更美好社會的宗旨 就算一個人如果只是自己優秀 但是沒有關心別人 除了限制了他對社會的貢獻 還有限制了他自己的可能性 一個自己有能力的人 應該去幫助其他人